這裡會有一堆基本的感測器 當然有些比較特殊的 我會放這裡 所以你要找感測器就找這邊 這個是比較不常用的 那如果是CAMELA 我就會放在ESV32CAM 如果今天要顯示什麼 OLED TFT 我會放在顯示裡面 如果今天要儲存SD卡 我會放在儲存 那這個其他的我們之後有 之前都講過 那現在呢一樣 我們希望按下去的時候燈是亮 所以我們一樣拿腳位16 這裡是1 你要知道按鈕按下去是0 不是按下去是1 有的會做成1 有的會做成0 那凱斯賣的是做成 標準的做成0 所以呢按下去是1 然後呢沒有按的時候是0 這樣OK嗎 OK齁 好 那這時候好了之後 請你燒錄到你的電腦上 那這裡特別注意 你不要選ESV32CAM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用到CAMELA 用到CAMELA我們才選ESV32CAM 之前上課講過好幾次了 講視訊控制的時候 然後按OK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燒錄了 哎 什麼 你說她